黑白两色的铝合金面板,使此商品整体呈现出一种高质感的氛围,仅仅是拿在手上就能让人赏心悦目。 除了中间的高速涡轮风扇之外,特别的是手柄处一设有风道口,可在降低手机温度的同时为双手散热,从此不用担心流手汗而影响表现。 顺带一提,其上方的支架可根据荧幕尺寸做调整,相容的范围也比一般卡扣式还要来得大一些。 然而过于凸起的固定架设计,操作时可能会造成干扰,在意的人可能就得多加衡量。 但手上就能让人赏心悦目。 除了中间的高速涡轮风扇之外,特别的是手柄处一设有风道口,可在降低手机温度的同时为双手散热,从此不用担心流手汗而影响表现。 顺带一提,其上方的支架可根据荧幕尺寸做调整,相容的范围也比一般卡扣式还要来得大一些。 然而过于凸起的固定架设计,操作时可能会造成干扰,在意的人可能就得多加衡量。 这款商品的外形相当迷你且重量仅有38克,即使一直安装在手机上也丝毫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。 最长可拉伸至9.5厘米的家具,能适用于4到6.7寸的手机,散热机制则依靠多达9片扇液的风扇,能增强风量以更高效率进行散热,即使长时间游玩手游,或看片都不会有过热的问题。 另外,由于机芯采用变频直流马达,不仅可确保风力稳定,不会产生多余的震动而影响操作,运转的音量也非常安静,完全不用担心会干扰通话或影片的声音。 可稀奇是利用插电的方式供电,故会受到电源线的限制,外出时多少会感到有些不便。 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,最长可拉伸至9.5厘米的家具,能适用于4到6.7寸的手机,散热机制则依靠多达9片扇液的风扇,能增强风量以更高效率进行散热,即使长时间游玩手游,或看片都不会有过热的问题。 另外,由于机心采用变频直流马达,不仅可确保风力稳定,不会产生多余的震动而影响操作,运转的音量也非常安静,完全不用担心会干扰通话或影片的声音。 可稀奇是利用插电的方式供电,故会受到电源线的限制,外出时多少会感到有些不便。 如同游戏摇杆般的外形,乍看之下很难让人想象的倒是一款散热器。 其拥有二个聚静音效果且高转速的风扇,能连续8小时为手机提供散热,且寿命更是长达3万小时,而后方的隐藏是站立支架,则可方便用户滑手机追剧时不用握持, 进而减少手臂的疲劳感。 另外,虽然其体积偏大且外形也较缺乏时尚感,但舒适好握的把授,反而能给予手游玩家更舒适的游戏体验,加上调节口易适用于一般4到6寸的手机,整体来说,CP值还算不错。 拥有二个聚静音效果且高转速的风扇,能连续8小时为手机提供散热,且寿命更是长达3万小时,而后方的隐藏是站立支架,则可方便用户滑手机追剧时不用握持,进而减少手臂的疲劳感。 另外,虽然其体积偏大且外形也较缺乏时尚感,但舒适好握的把授,反而能给予手游玩家更舒适的游戏体验,加上调节口易适用于一般4到6寸的手机,整体来说,CP值还算不错。 七彩的LED灯光搭配沉稳的外观设计,使它广受许多手游玩家的欢迎。 其外形虽然小巧却拥有惊人的大功率,能高速且均匀地将热能散发,可应对大多数可能造成发烫、过热的情况。 如果担心使用到一半会脱落,本品牛屋内建有磁锡式信体,可感应手机的正中心并紧密贴合。 另一方面,其还聘请了多名电竞选手参与测试,让玩家在进行游戏体验时不会因散热器而挡手。 只是该商品为iPhone12专用,若用在其他机型可能效果会有些许差异。 外形虽然小巧却拥有惊人的大功率,能高速且均匀地将热能散发,可应对大多数可能造成发烫、过热的情况。 如果担心使用到一半会脱落,本品牛屋内建有磁锡式信体,可感应手机的正中心并紧密贴合。 另一方面,其还聘请了多名电竞选手参与测试,让玩家在进行游戏体验时不会因散热器而挡手。 只是该商品为iPhone12专用,若用在其他机型可能效果会有些许差异。 与一般手机散热器不同的是,该款商品是采用吸盘式安装,无论平板、邮寄机、手机都能运用,且不会受保护壳影响粘贴的稳定性。 一分钟5500转的强风,加上低噪静音的设计,能在不干扰用户的同时给予电子设备适当的降温效果。 此外,其提供白、蓝、黑三种颜色供挑选,方便使用者根据手机外壳的造型做选择。 不过由于吸胶吸盘用久了便会逐渐老化,进而失去吸附力,建议应经常清洁以延长寿命。 细机,手机都能运用,且不会受保护壳影响粘贴的稳定性。 一分钟5500转的强风,加上低噪静音的设计,能在不干扰用户的同时给予电子设备适当的降温效果。 此外,其提供白、蓝、黑三种颜色供挑选,方便使用者根据手机外壳的造型做选择。 不过由于吸胶吸盘用久了便会逐渐老化,进而失去吸附力,建议应经常清洁以延长寿命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。 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